一個星期又過去 今個星期除了看不同的遊戲新聞外 我們都要想一個問題 當雲端遊戲來到的時候 遊戲主機還有沒有需要呢? 那我們就不要等,立即開始 首先會介紹Gamepass的免費會員權益 最新上架EA的運動年貨足球遊戲 就會有一個超級進攻爆 我想都是Ultimate Team的那些卡牌抽卡的玩法 Warframe這款知名的多人FPS遊戲 也有外觀可以拿到 在金錢和經驗方面也會有加成 剛剛好就是for 3 天 這樣就適合今次的假期 然後又有一款作品即將首日登陸 Xbox Gamepass 如果你覺得畫風熟口熟面感 沒錯,因為它跟最近上架的《正氣世界》發掘 是來自同一間工作室和同一個系列《正氣世界》 略劫2就會在8月8日首日登陸 Xbox Gamepass 既然是《正氣世界》系列 自然會有機械人爆炸物 但是就變成了一個策略遊戲 大家就不用再挑戰地底的心淵 等著大家的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而且還真的可以拿著船進行戰鬥 雖然看起來都挺有趣、挺好玩 但我始終都是喜歡《正氣世界》發掘的那種玩法 不過又很可惜,那一款作品剛剛上架都沒有繁體中文 但是《正氣世界》而劫略是有繁體中文 所以又是一個大家一定要玩的理由 提到一些多人的線上對戰FPS遊戲 其中一個去年代多少人喜歡的多團隊對戰模式 例如一個地圖中有多過兩隊 可能三、四隊一起打交這些模式 反而在現今的遊戲越來越少見 那我自己都挺意外 原來最後一戰無限是沒有這個模式 直到現在 因為最新的更新就會加上這個模式 雖然這款作品就不會再有什麼大型的DLC更新 但是有著充滿創意的Forge模式 以及它的玩法其實都挺好玩 那今次更新就可能是一個好的時間 讓大家回來感受一下混亂的戰場 《鬥陣特攻2》最近推出了季度11的更新 除了有很多夏日風情的救生員Skin之外 亦都學了APEX感 不給版權費就參考大量超級英雄和特殊戰隊的Skin 不過今季大家課金可能會課得特別有意義 因為如果你買慈悲指定的外觀 部分的收入就會捐給乳癌的機構 簡單來說就是捐了錢 那我不理暴雪背後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想著幫人 有多少純粹是交社會責任這份功課 這種的合作多些都無妨 使命召喚現代戰爭3 季度4的季中更新都來到了 但是仍然未有消息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登陸Game Pass呢? 是不是真的有些條款限制了它不可以這樣做呢? Anyway 新的季中更新都是豐富的 無論多人模式或者上司模式都會有很多新的玩法 新的地圖、新的模式、新的playlist 爆頭限定玩法等等 甚至有一個叫Beat Party的新模式 全部人就變成大頭leggo公仔進行戰鬥 不知道被人爆頭的時候血會不會都變成8bit的風格 都希望這款作品可以盡快登陸Xbox的Game Pass 如果不是10月份最新一款的Call of Duty 亦都會來到Game Pass 這個世界真是無事是無可能 潛水員大夫、勝利女神尼姬 這兩款風格不同、玩法不同、人設不同、連平台都不同的作品 竟然走在一起搞合作 真是又有誰想得到呢? Anyway 潛水員大夫這邊就會有新的任務 而他們的人客當然就是來自勝利女神尼姬 而這些角色在完成任務之後還可以加入潛水員大夫 進行潛水又或者在壽司店裏做店員 而勝利女神尼姬就會有泳裝和潛水服的外觀 那不是其實平日下季活動會有的Skin嗎? 那為什麼要跟潛水員大夫合作呢? 我都不明白 Anyway 我就真的不理解勝利女神尼姬這款作品不是我杯茶 如果我真的要看我會看Motion Enemy 好不好? 那你都知道在Steam買遊戲是出名又便宜了 那它每一季都會進行不同的大特賣 而今年2024年Steam的下季大特賣已經開始了 甚至乎不少遊戲已經搶雜進行了大特賣 那所以都在這裡提醒大家是時候回到Steam 大買特賣買完不玩都不要緊 因為Steam一直都是收藏庫 那些遊戲哪裡是用來玩的? Fortlight keep着都會有不同的進化 由最先的大屠殺玩法 到同LEGO合作的半RPG玩法 到同火箭聯盟合作的賽車玩法都有 而最新的模式重新亦即將來到 那其實它都是大屠殺的玩法 不過就變得更加快更加激烈 對比起躲起來進攻可能才是對的策略 Fortlight Reload 其實都是大屠殺 不過就是變咒版 玩家人數減少到40人 而且地圖亦都會更加小 意味著大家走路的時間會大幅減少 同時增加地面戰和黃著的機會 令到整個戰場更加混亂更加緊湊 但令到大家會變得更加進取的原因是 因為之前如果要復活隊友要收集他的卡牌 然後去到指定地點復活 但現在你的隊友或者你自己 在30至40秒之後就會自動復活 如果你隊友或者你 幫手擊倒 KO甚至屯滅對面隊的話 是會大幅按比例減少你的重新時間 令到你更加快可以投入戰場 而你重新完之後會自動有一支突擊步槍和資源 令到你可以即時進入戰鬥 所以這個模式不可以說很有創意 但好玩就一定好玩 如果喜歡大屠殺的朋友 不妨試一下吧 龍族教義2在剛剛推出的時候 就被人救病為何主機只有30fps 這個問題即將就會在最新的update 中得到解決 因為主機玩家終於可以選圖形設定的選項 高的話應該就會跟之前差不多 但低的話就可以犧牲部分的畫質 換來更加流暢的體驗 如果你有120Hz的螢幕 還可以開啟相關的模式 令到你的體驗更加流暢 不過就真的不知道這樣 足不足夠吸引大家回去玩龍族教義2 他推出了3個月 但沒有任何的免費內容更新 對比起江榮和EA的那一款雷孟亨遊戲 狂野之心在推出一個月之後 已經有完整的免費內容更新藍圖 這樣看回龍族教義2 在現今遊戲免費update的標準之下 又好像真的弱了一點 提到遊戲界第一大廚 CAPCOM說是第二 哪有人敢認第一 沒錯 他最新的冷飯作品就是死亡復甦系列 還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名字叫做豪華Remaster版 Remaster都可以Remaster到有豪華版 冷飯王 你真的隨他不將 雖然Trailer就真的很短 但他都用實際的遊戲畫面老實地告訴你 這個真的是Remaster版 大家就不要FF太多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這個作品好賣還是不好賣 很大機會影響到死亡復甦系列的命運是怎樣 所以系列Fancy如果想玩到最新的作品 可能就算知道這款作品會是沒那麼好 都要支持 之前介紹過漫威那一款好像鬥陣特工的新遊戲 漫威真風就即將在主機和電腦進行封測 封測就會在7月23號到8月5號期間舉行 主機玩家現在去到官網填份問卷 這樣就可以參加到 電腦的玩家就煩一點 7月20號才會有Steam的畫面給大家要求加入封測 今次封測就會支援亞洲地區和繁體中文 會有5幅地圖3個模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封測已經有蜘蛛盒 奇異博士等等 21個英雄給大家選來玩 所以主機玩家也好電腦玩家也好 都不要錯過今次的封測 快點去甜蜜卷參加 第一方作品為什麼會在微軟商店落架 為什麼會即將離開Game Pass 沒錯一向都會 對於賽車遊戲其實都很普遍 之前都發生過 因為這類遊戲多數都會跟不同品牌 就著一定時間的使用權 簽了不同協議 這樣才可以在遊戲中 放一些現實有的車款 這些協議一般都會有一定的期限 過了期之後 遊戲團隊是可以重新簽過協議 但是如果你是微軟或者其他廠商 你會不會為一隻已經推出6年的遊戲 再給多次錢 你當然是開發新作品好過 既然不給錢 那就唯有落架 不然會被人說 所以沒辦法 Forza Horizon 4 就算是我們本家的作品 也都會在12月中止銷售 額外內容方面 無論是付費也好 免費也好都沒得買 沒得拿 不過所有版本都進行兩節的特價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這款作品 不想玩Forza Horizon 5的話 不妨就趁這個機會 盡快買了它 最後機會來了 最後的最後 XBOX玩家不再需要主機 這番說話 每年都會有人拿出來說 然後 每年 XBOX主機都仍然是散歐歐洞在 不過 最近 XBOX和Amazon的合作又再次令到部分玩家懷疑 究竟 XBOX主機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呢 那我們不妨看看 繼同Samsung的智能電視合作之後 XBOX Game Pass的雲端遊戲又即將去到全新的平台 Amazon Fire的 TV盤 4K Max和4K版本 即是更加多智能電視的用家只需要有一個TV盤 一個手掣 一個XBOX Game Pass的會值 那就可以立即在你的電視 玩到XBOX Game Pass的遊戲 包括Forza Horizon 5 以及剛剛推出的地獄之刃2等等 100款的遊戲 當然 雲端遊戲都未來到港台地區 不過XBOX的玩家都不禁會想 以後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繼續買一部主機回來呢 To be honest 我一向都說自己不是單純支持主機 我是支持XBOX Game Pass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但你說電視盤加上雲端遊戲會不會很傷害遊戲主機呢 我就覺得反而未必 因為遊戲主機本身就有它的獨特價值在 首先在電視方面的雲端遊戲是受限於網速 任何網速的浮動都會影響到畫質和FPS的表現 雖然技術已經進步了很多 但網速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前設條件 所以如果你想要持續穩定有質素的遊戲體驗 主機仍然是比較好的平台 而且不是所有遊戲都適合雲端遊戲 好像地獄之刃2那些慢動作劇情遊戲當然是OK 但賽車遊戲或者一些競技FPS的遊戲 你是為了勝利才會玩這些遊戲 那你又怎會在雲端遊戲這種有機會有延遲等等的平台進行遊戲呢 你怎會選更加穩定的主機或者電腦進行遊戲 其實XBOX Play Anywhere的這個策略 即是在不同平台都玩到XBOX Game Pass遊戲這個策略 一向都有好幾年了 那為什麼XBOX主機仍然還在呢 因為它真的有價值有給人需要的地方 還有作為玩家真的不用想那麼多 有得選擇才是老闆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多多一款遊戲平台 多多一個遊戲模式 對於玩家絕對是好事來的 以上就是今期周報的全部內容 By the way 雲端遊戲港台地區就沒有 不過如果真的有 還要在你的電視已經可以玩到的話 那你又會不會買下一代的遊戲主機呢?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記得com and 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 亦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搶先看 那今期的影片就到這裡 就這樣 拜拜